今天来住一间,我会用在和港琴珍珠来形容的酒店。 它的地段,看出去的景色, 和职员的服务水准,都是一线头酒店的质素。 不过也可能有些人会先入围主作, 觉得这里是一间教学酒店, 觉得既然是学生来实习的地方, 会不会有很多脱漏之处呢? 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走保了。 我欣赏这里是一间很注重细节位的酒店, 它不是赢在装修、用料、历史等这些位置, 而是赢在心思之上。 先来讲讲怎样订房间, 有时有人问我,在哪里订酒店会比较稳, 着素会比较多。 如果你是美国运通卡的用户, 那你就比其他人多一个选择。 你可以用American Express Travel 这个平台订酒店。 就以我们今次住的Hotel Icon 为例, 除了房价比正价便宜到一半有余之外, 还有免费的mini bar。 Hotel Icon 有几款房价, 大致上分成城景房、部分海景房、 和开阳的海景房这三种。 城景房的景观, 我们在走廊的另一边, 有大概看过, 就是尖东、尖序一带的楼。 我们站在23楼, 看出去都还算开阳, 没什么压迫感。 但如果低层客房、网楼景, 可能就不太理想了。 今次我们原本选的是部分海景房。 网都算了给你知, 如果是美国运通卡的会员, 就打了个五五折, 1683元, 包了税、服务费、 还有商人早餐。 不过今次既是不幸运, 同时都是很好幸运。 即是这么漂亮的景观, 但乌云密布, 跌远落下停下, 是挺素兴的一件事。 但我幸运之处在于, 可能我们是平日来住, 还要遇到这样的天气, 可能客人不多, 竟然升级了我们上去行政楼层的套房。 这套房很棒, 我来过两次, 但都没住过。 一次来做兄弟, 他们选了这套房出门, 那时发觉间价很好用, 可以记得好多人, 一大班有姨妈姑姐, 还有四大长老, 还有兄弟姊妹, 还有摄影师, 这么多人站在里, 都有空间走动。 而另一次, 就来帮忙求婚布置。 今次来住, 就有机会可以细心看下这间, 我有几个朋友对他评教都很高的套房, 是怎样一回事。 由一开门走进来, 就已经体现到房间的空间感。 就算那天乌云丐顶也好, 但我的彩光也相当不错。 落地玻璃望出来的, 是一个很完整的港岛天制线, 但就被酒店的外场吃了少少的身位。 眼前这个景就算是前菜, 你待会看看房间里面的270度的景观, 你就明白了。 说回听, 够大, 家具的摆位, 就好像刻意围着中间的舞台感觉。 你要搞生日还是求婚, 因为我来给新娘出门也好。 都很方便到拍照, 和到处放布置。 可能是我先进入为主, 我来两次都是和结婚有关的, 所以好代入了, 从这些实用角度去看这间房间。 刚刚订房, 看到有免费的mini bar, 这些通常我都不抱太大期望, 因为酒店的蚊型冰箱, 你可以放到多少东西。 不过今次有惊喜, 这里竟然有两个冰箱, 而且里面有多少选择。 零食, 纸包饮品, 果汁, 这些都齐了。 如果小朋友看到这个冰箱, 那就发财了。 至于这间房, 我给你看看, 我们睡醒觉, 在床上已经看到这样的景观。 这房间已经是小型最大的卖点, 虽然天气能以影响住宿体验, 有蓝天白云的话, 就这样坐在窗边望望а維港都搜寻权。 他这样从270, 无遮掩エヴ港景的房间, 在香港优赖而不是免费了的那间酒箱, 有的通常不便宜的。 这房间, 我后要 핑谷 permits, 选หน就只是$3,500元左右。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好了,最后就看浴室了 都算是将无测一党警官的优势发挥到临临尽致 因为这边是靠近洪水口和洪馆那边 周围是没有其他酒店或住宅建得比较近些 最近那些都已经是火车站对面的智库都会 都会海日和海湾牵的一带 有了这种距离和高度的优势 才可以任性地在浴室照样用落地玻璃 当然是会有链的,不用担心 这里将浴浴空间和浸浴位置融合在一起 既能保持干湿分离的设计 也不会压缩了浴浴空间 是一个多聪明而有多有效的设计 顺着一路走过来 还有一个位置是不迫夹的衣服间 就算是帮新娘、帮姐妹化妆都够用 所以平时只有两个人用是一定没问题的 我觉得Hotel Icon 有不少的细节位 对于旅客来说是有几方便的设计 例如这些梳洗用品 它是一包包装着的 方便拿走带到其他地方可以继续用 这里还有一个过滤水系统 浸出来立即可以饮了,煲都不用煲 而它将房卡的封套都已经记得好 我需要知道的酒店资讯 例如设计是多少楼 早餐是几点到几点 拉着开放时间等等 就这些小微小眼位 你留意一下发觉 其实很多酒店都错过了 我根本没做到 而电线也有惊喜 竟然有行班资讯 亦有汇率可以参考 还有还有地图 它既有一幅大地图 亦可以按进去不同区域 召唤一幅更精细的分区地图 看一部电视这个款 我看的样子都似有十年八左右 没有换 所以在当年大家的电话 还未有那么先进的时候 这些功能是挺有用的 它另外还有得借电话 这一刻挺好 是一无限数据 所以总的来说 房间是挺有惊喜的 虽然在装修用料之上 是不及名牌酒店的档次 但对于细节位的注意 是不会输给它们 那晚我们订了酒店的顶楼 28楼中菜厅天外天 去吃饭 而酒店的lounge 其实都是位于同一位置 开放时间是由 下午3点到下午6点 即是沿了午时 但又未开晚时之间的空档时间 这个lounge不算大 已经一眼看完 我们在吃饭前 就顺利喝杯 论景观方面 这个lounge 反而不及间房位餐厅 那么好 而说回天外天 它们的景都不错 而能够享受到景观的桌 也有不少 餐厅大致分了两个用餐区域 一个就是刚刚经过这个 比较窄长的结构 而另一边就是 这样一个比较方正的位置 它的装修是偏向 行一个新派的风格 摆桌也不密 但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就是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椅子呢 但我也明白 新派的装修可以配一张 不用那么隆重 设计可以简弱一点的椅子 但这张椅子不论是坐的位置 还是椅子也不算坐得很舒服 你毕竟天外天都在做一个这样的档次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用另一款椅子可能会好些 因为一餐饭坐在这里 只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坐得舒服的话 其实也会吃得开心些 至于景观方面 是很开扬的 桌子是放在落地玻璃窗前面 但因为这里是近红磡 望出去就没有尖沙座一大多餐厅 望到维港景可以这么静重 在夜晚亮灯的时候 就容易点看得出 主要的视野是看出红磡、土瓜环 或对面的天后炮桌山一带的住宅区 相对来说的灯色 就没有中环湾仔一带那么脆颜 那餐饭就简单看一看 天外天是出名食片皮鸭的 它有这个片皮鸭套餐 每位788元,两位在条 旁边的海鲜餐是988元一位 后面有个更贵的 有吉品包和和牛 就1588元一位 今次是选择散鸭 我们选择半个片皮鸭 加钱,拼了个饮食 选择炒鸭松三菜包 另外再选择开胃菜 和汤鸭甜品 就完成了 先来的是开胃菜 两只黑松露茶分蛋 这两只都是绝配的 而松露在这里 只是在味道上的点缀 分蛋的香味和香甜的蛋黄 才是主角 两只蛋一共98元 有点贵,但我挺喜欢吃 主角,上桌了 这半只份量的港式片皮鸭 这个要说明的 以免有人误会了 是北京烤鸭 两只不论是整法和味道 都有些分别 现在的光线比较暗 实际看来的鸭肉 略带粉红色 即如上菜那时也有介绍到 用的是小米鸭 肉熟了还是粉红色 如果认真要说 烤鸭和片皮鸭 就算独立开一集 也起码要用接近半个小时的解释 所以现在就只说味道了 这类粤色或港式片皮鸭 以我所知 大多数用太空炉 即是平时的烧米炉 烧完后 再到尾后 经过一个腸皮的过程 即是在鸭身上 淋点滚油 所以只要是新鲜做 新鲜切滚 皮一定是脆的 油脂一定是丰盈的 但鸭肉多数比较实 正如这类片皮鸭 它的皮是脆的 单独吃的话 就感觉香得来 带回甘鱼韵 鸭肉的味道不算突出 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中上水准的片皮鸭出品 我见几乎每一台都有叫 是铁蛋的 消耗得快 保持新鲜出炉 质素就起码有最基本的保证 但毕竟这个都叫半只鸭的份量 但实际上吃起来 你见到的份量 就不算多 我数过大约有12至15片 左右 如果你是两三个人做的食物 都还好 都可以够分 但如果多些人 可能就要捏一只鸭的份量 才够 如果你是加上炒鸭松 那对于两个人来说 一定够饱 是不需要再吃粉面饭的主食 它的炒鸭松 有水准 它是香而不流 而份量都足 我们之后还有汤和甜品 我们怕沙料吃不完 所以留定胃口 最后我们有半份 是打包拿走了 然后上的是两碗汤 老婆这一份是 恒汁百合杞子炖花膠 这碗汤就一般 一般的 花膠比较薄 比较薄 吃起来比较没口感 偏向淋身淋自治 而这碗汤的胶质 都不算丰富 所以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 还好的一碗花膠汤 那我呢 有多喜欢我这份 三叉蟹肉菜苗羹 价钱是适合花膠汤的一半 但料好足 味道都符合预计 你不起来就看到 每一口都是一梳梳的蟹肉 吃起来够嫩的 份羹的质地都够滑 它只是加了很少的蛋花 和少少的瘦肉 一起煮 主要吃到的 都是下肉的质感 整体的味道够清鲜 而一个百多元一碗的羹 也算是超出预期的 最后来到甜品环节 老婆叫了一份 她很喜欢的 麗芋炖蛋白 香就基本 它的蛋白和芋蓉的质感 是水与胶蓉 是一个很绵密的状态 这样看起来的质感 好像比较柔 吃起来是完全不觉的 它的芋香很足 不如你不想浪费 其实是要留一留肚 因为它整碗又有蛋又有芋 分量的确是不少的 而我这个羊枝甘露 就算是正常发挥 芋果够香够甜 所以整体来说都还好 这份饭就吃完了 最后来看看一份 茶粉蛋两只一共98元 花胶汤268元 下肉菜苗羹138元 半只鸭398元 炒鸭松138元 两份糖水分别是78元和68元 住客吃饭有85折 所以算加一总数是1193元 人均600元左右 看见了吗? 好多人 张静怜在里面 好了,睡醒了 来简单看看我的早餐 用餐位置在The Market 不相信你吃开Icon 自我餐的朋友都不会陌生 食物的摆位逻辑都很类似 相比大多数酒店所提供的早餐 只能算是有些东西咬下的程度 这里的早餐似乎是想做到 要对得着它们平时捕菲的一种 金七招牌的后备 这里的食物有这么多选择 我就不详细说了 我觉得它们在自选当行的安排 是挺好的 它的面当是半自作形式 选了这一部分 我直接给你自己来碰 它将不同的丸、菜、面放出来 你想吃多少份量 想要什么组合 不用问师傅 自己夹就可以 它就帮你煮 同样地 它也有个自选生运竹可以叫 这就是你讲什么料 它帮你的 还有阴烈那些也有不少选择 所以这里的早餐 我觉得是足筋足量 它是丰富得多 质素也是不错的 是对得着这个自作餐 所积累下来这么久以来的名气 还有我挺喜欢这张卡仔 这样可能我觉得 不是一个很优雅的做法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得利 并且有效的方法 可以避免我人出去拿食物 回来的时候 位置都被其他人坐在那种尴尬 刚刚吃到那么饱水 现在都是不游泳 还有它泳池 你见到也不算大 而且是需要预约的 它每折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小朋友可能会玩得准听些 我们晒着太阳都可以了 不过猜不到这个除了可以游泳之外 还有一个我会说是挺有诚意的娱乐空间 这个位置都不小 而且采光很好 你不单止等着游泳时 可以消磨时间 其实我觉得 直接当成是Lunch 都挺不错的 挺欢乐的一个位置 你又不用钱可以打机 而且玩的东西有多元化 例如这个 我应该有二十多年时间 没玩过街机 没玩过二十年以上 没玩过拳王 我也不知道 如果这一刻我走过去 放下1元的话 那小朋友能否感到 我在做什么 好了 今次Hotel Icon的Staycation 体验 就来到这里了 简单总结一句 这里是一间 对我来说 挺有惊喜的一间酒店 今次除了订房 可以有美国运通的平台之外 而来到最后埋单的时候 如果你懂得玩的话 就当然要用这张 美国运通的Explorer信用卡 找数 觉得豁免首年年费之余 在指定的日常消费用户 还有些旅游网站 和航空公司 每港币1元的合资格签帐 还可以赚到5分 那些运通积分 最近他们新增了 很多5倍积分及作商户 例如去迪卡罗马迪运动用品迎接夏天 或者去马沙百货shopping 再不是 其实足不出户 例如我们在泳池晒太阳也好 都可以随手拿个电话 就在Mr.Potter或HKTV Mall 买东西 这样都已经可以每消费港币1元 就有5分的美国运通积分 计算相当于3元一里 那你在本地合资格商户消费的话 是每港币1元签帐 都可以赚到3分的美国运通积分 即相当于是港币5元一里 和弹性之处在于 这些积分不单可转换10种不同的理数 还可以转换2大酒店集团 Maria Bonvoi 和Hilton's Honor 的积分 转换积分之外 还可以透过Govere with Point 用积分抵消合资格的日常消费交易 有得弹性运用积分之外 主卡和附属卡会员 还可以免费入Plaza Premium Lounge 每年合共有10次 刚刚我们去完新加坡旅行 就已经享用到这个利用了 所以快点申请翻账吧 由即日起去到2022年9月15日 去我下面资讯栏的链申请 还可以顺手赚总值高大港币4,900元的营身优惠 你签港币1元再加申请多2张附属卡 已经有港币900元的签帐回赠 很适合 今次数个优惠千万不要错过 而最后说回Hotel Icon 正如我一开始所形容的 它不是赢在装修、用料、品牌、历史之上 它是赢在心思位 而且是实实在在提升住宿体验的那些心思 而不是只有一个靓字的灼头 希望酒店可以保持这种服务质素 保持这种性价比将来越做越好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条影片 那边的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